哎呀妈你也太熟透了 我们家谁要女儿 现在要治愿这个话是用上来的 最近我小舅子的桃花运是越来越好了 这不前几天发了一个 我们全家要去老挝给他找媳妇的视频吧 这几天呢 我们本地已经有好几个女孩 陆陆续去相助他了 是的 昨天了小舅子已经相亲了一个 今天了打算又去相亲 走带大家去看一看 哎呀看一下我弟 这我再导致自己的刮盒子 哈哈哈 哎呀弟弟 猴子也刮帅得很吗 说帅嘛你爸爸 哈哈哈你还全是他 你自己的颜值这么不自信 你让他说你帅的 刮得这么干净 都把我刮的小舅快刮出来 还刮的 这是为了给 给女儿对方留一个好印象 这印象特别重要 哦 看我弟 说第一印象很重要 他必须接下把这猴子要刮得很干净 弟弟 接着我问你很爱 问女儿昨天想起想你咋样的 是啥情况吗 好 昨天跟我女儿聊了一聊了一路 他官很特别的活泼 也比较抗肝 嗯 嗯 抗肝 只有住在一块 嗯 像个子太高了 是有些 是压力 外部有没有人撒上的 哈哈哈 后来就是 再考虑一下 留一个地方方式 哦 然后我就回来了 哦 这是我 这是我 哈哈哈 也不知道你妈 对了一想咋模样一动模样 不然那女姐 欢迎自身的颜值的 哈哈哈 咋还就想用颜值去整服人家吗 不用 还是比较靠 要靠 媒体来整服人家 哈哈哈 哎呀 猪哥 现在女孩子不都喜欢男生高高大大的吗 怎么还有人嫌弃弟弟个子太高了呢 我又没有玉米酒 我体会不到弟弟的快乐 所以我跟你说 当时我在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我挺纠结的 就是因为你身高不是很高 所以我当时很纠结 要不要和你在一起找啊 幸好我这个肚子给我加了分 哎呀 你可拉倒吧 我跟你说 以你现在的身高 我跟你说 人家根本现在女孩子根本就看不上你的 直接就把你 pass掉你知道吧 你就打光柜吧 不过话说回来 我弟的身高真的很高 净身高是一米九 因为他个子高嘛 所以说 他的脚也就长得比较大了 你没猜他穿多大马的鞋子 平常的话 男生一般就是四三四四 最大也就四五八 我弟人家竟然穿四七马的鞋子 我拉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这就是他平时穿的鞋了 我的妈呀 比我的脸都要长 比我的脸都要大 说实话 他平时买鞋还是挺困难的 因为基本上就是没有适合他的马 他基本上买鞋都是要在一些运动品牌店去买 才能找到他的马 今天刚才这身手咋样 哎呦 每天 我这回大学一踹一踹一踹 还开始精神的 我跟他硬接着这身手 你绝对不把这女娃拉下去 那必须的嘛 一定要加油 你有心情吗 有 好 好 好 看一下我弟还是个讲究小伙 说是香气的时候 给人家女娃带上我们家几瓶蜂蜜 这我一样蜂蜂 那就给他送人家蜂蜜 哦 挺好吃 你尝一下这我的胎蜂 嗯 哎 那你昨天想起说给他那个女娃带了吗 带了 带了两瓶 带了两瓶 哦 那你接下来还带了四瓶了 那家里面有他有他爷他破案 那时候给爷爷拉上一瓶 哦 那行 那靠里还趁走道的 你这人都做了 哦 那时候最后就去啊 那你这人都给你 你这人都给你 你这人都给你 妈你也太熟透了 谁要女娃现在要这人 这个话是用啥的 想哎 不要不要不要 干什么不要 你帮我提你啥呀 帮我提你 这是在会的方便 哦 不是 我怕他都飞完了 你记得点 我好好留 那是你的同意来 我知道 这怎么做 结合都交代了 哈哈哈 我都做了啊 好 上去吧 你那我都不去了 那有人都去的小了 那我来车 你哥哥给你送一下 随便给你看一看 你那我去吧 你那我自己都去的 装饰饭 结实这么小的 你看 你去电工车去 人家女娃 我怕对你印象不好意思 开个车 对吧 人家也觉得 可能有个车吧 哈哈哈 没事没事 车 这样的车 以后也会有 以后慢 哦 对 来做最准事的自己啊 坐上慢点 知道啊 行行 行 好 这里有螺酸粉啊 对姐 坐在那边手 把你枕头拉起来 你那边好好盘 好好吃啊 行 坐上慢点